记者会上光谁先做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和创业伙伴副董梁思震 两人不用礼浪 就自动就定位 凸显好默契和好交情 然而 回首两人创业成功路 两位如何从家境清寒的乔生 成就今日广达霸业 让林百里很有感触 其实除了天分还有努力 国内第一部电子计算机 就是林百里大学时设计 毕业两年就挑战创业 也拿下大老板600万 赞助人生第一桶金 虽然期间事业遇到挫折 但林百里还是没有退缩 终于在39岁和梁思震 创立广达电脑 60岁后成就兆元霸业 当时台湾正值民国六七十年代 经济刚要起飞 以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公平 但是如果以他们的观点来说的话 因为那是他们想要的人 该完成的任务要完成是没错 可是使命必达就有点 我觉得这个用词有点不太恰当 现在时代变了就是 不能永远都用同一套 然而大老板的有感而发 听在年轻人耳里 却有点给他不太实际 事实上看看财政部最新统计 全台受薪劳工平均月薪不过三万五 年薪超过百万的也仅仅只有千人 和过去街上百万年薪的老板满街跑 早就有落差 也说明成功一定要努力 但努力却不见得都会成功 九星巨猿禁语台北报道